我從小到大都不做運動 中學時會假裝M痛,然後避過體育課 上去PE課也M到,但老師也相信 當時以為自己贏了 但現在回想起,會覺得自己笨了 因為錯過了鍛鍊身體的機會 因為長期缺乏運動,所以我的手腳協調比較差 又容易跌倒,又長不高 出來社會工作之後又寄存工作 放假就掛著煲劇,更加一定運動 我現在身高只有五尺二,九十二磅左右 就是Until鬼命 一個從小到大都零運動的人 人到中年,好做不做,為什麼去做運動呢? 還要由sit up,掌上壓開始,令他打比賽 曾俊華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當時出版社要幫曾俊華出版劍擊的書 加上要搞推廣活動 幫人搞活動,又真的不可能對劍擊一無所知 於是我就去試堂 結果一事外上 現在香港總共拿到三面的劍擊金牌 公眾對劍擊有廣泛的認識 但曾俊華出書的時候 運動員還未拿我運金牌 大家對劍擊的認識不太多 我當時要找成人班來試堂也不太容易 很多時候得到回應就是 我們只有小朋友班,沒有大人班 最終我找了很久,我家住荃灣 最終要入到大埔才可以學 我工作比較忙,下班的時候要趕頭趕命 背著劍擊的器材去大埔上課 走那段路後沒有人陪 只有地上的影子 你說是否寂寞?是有的 但不要覺得沒有人陪是一種不幸或欠缺 很多時候要人陪其實都是沒有辦法跟自己相處 如果靠自己都可以享受到人生樂趣 自己一個都可以很精彩 我還記得初初起步的時候 每晚上完課都會攤在月台昏圍 到現在上完課之後 還有力去逛街購買 我見證到自己的進步 很開心 人生好苦 是要努力去尋開心的 大家看到影片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在戶外上課呢? 因為我學劍舞多久之後 就遇上社會運動 然後又撞上疫情 教練被迫停課 我當時在想 誰說劍擊一定要在室內上課呢? 戶外也可以 很開心 當時跟阿Sir和同學在不同的戶外地方練劍 只要有心 Fancing都可以Anywhere 當時除了FancingAnywhere之外 我還約了一位攝影師朋友幫我拍了一輯照 我當時穿著一套很帥的劍擊服 去過舊立法會 大館 電車路 鯉園東街 西環碼頭 遮答花園 中環半山 來拍攝我劍擊飛躍的照片 我還走上珍寶巴士做公佈 也就是劍擊的重要步伐之一 疫情過後 我參加過地區比賽 老過小小的安慰獎 今次我想挑戰自己 就是參加8月11號的挑戰杯劍擊錦標賽 全港公開比賽是高手雲集的 我不想輸得太難看 於是7月起 我就要加強自己的體能訓練 首先 就是要申請加入康民署的健身室 一點都不容易 例如7月申請 抽籤中了 才有機會加入最快8月的簡介會 上完簡介會 才有使用健身室的資格 當我8月就要比賽了 我要立即參加到簡介會 於是 我就晨早6、7點去排隊撿雞 撿雞的意思 就是等有人沒有來 我就用後補資格 參加簡介會 失敗了幾次 再接再例 熬眼睡 用了300的時間 終於成功撿到雞了 聽完半天的簡介會之後 我終於正式可以做Gym了 公育線騎士必先離其器 現在每天都有做Gym 亦都有練劍 不斷練 就不斷發現自己的不足 例如手指不夠力 一同仁格劍 把劍就會脫手 現在同學幫我換柄 套上一個有粒粒凸起的手柄 讓我沒那麼容易脫手 打算比賽之後 我看很多國際的劍擊比賽 FRE那些都看很多 但越看就越氣餒 因為他們是宇宙級的高度 我下輩都做不到他們的目標 阿Sir就叫我 不如看一些小朋友比賽 他們初生之族不為苦 一點都不輸折 至少他們是我可以碰到的目標 好多謝大家看完第一集 今次拍片的原因 是我很想真實紀錄自己 人到中年的一個小狀舉 就是做自己最不擅長的運動 而發揮到最好 整個過程是一個很有趣的歷程 嘗試和突破 今集我分享了自己由零運動 突然挑起條根 去做健身再打比賽 第二集我會分享更多 關於做健身的過程 以及一個中壘沉夢的心路歷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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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